好的,我們現在來到了哪裡? 迪卡農 為什麼我們會跑來迪卡農? 我們要買帳篷 買帳篷?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去野餐 對,我們剛剛其實帶了BUBU去野餐 然後我們發現了這種狀況 帶小寶寶去野餐其實不容易 所以他要在帳篷裡面 最近有下雨 這裡的土呢,他是濕軟的 然後可能也有一些狗狗的便便啊 我們剛剛看到很多狗狗 因為他現在都會吃手手跟吃腳腳 他剛剛差一點抓了一把草真的哪一個 一個不注意,他手伸出去就抓 然後就要伸起來趕快把他拍掉 所以帳篷很重要啊 結果到最後 是他在野餐 不是我們在野餐 因為我們要一直顧他 根本沒有辦法吃我們的東西啊 這樣真的不行啊 他的活動範圍很小 比在家裡的地墊還小 那乾脆不要出來好了 好 那我們發現我們的裝備什麼? 嚴重不足 就覺得我們需要來添加一些露營啊 野餐的裝備 這也是我第一次來逛地坑 哇靠,我今天人也太多了啦 欸欸欸欸欸 吊床欸 沒有人,但是很重而已 你什麼叫沒有樹可以 我剛剛沒有很大 別的地方有啊 欸,吊床呢要不要 吊床這個才多少 749 這是什麼? 二合一寶冷袋 這個是寶冷袋欸 這個是什麼? 適合野餐 希望地面隔絕的露營者 野餐店 有大小之分是不是 他有分 就是你是偶爾還是 你是偶爾還是金場 你是偶爾還是金場 有這樣分的嗎? 這個打開是這個樣子 蠻大張的欸 這個應該很好洗 140-110 夠吧 夠大 那你要買什麼顏色? 這個是 藍色 這個是綠色 這個啊 綠色 買綠色 來喔 哎呀,好可愛喔 這個也太可愛了吧 這個 它足起來會是這個樣子欸 快開示遮陽障 它是19x19x140 可以遮1-4人 這個的大象 這個也是19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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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x15x15x14х 它這個是什麼 床看 床墊喔 床墊 床墊應該還好 因為我們現在應該還不能在外面過火 我們現在還不能在外面過火 我們是小廢物 小廢物 這個是就是外部可以拿來煮東西的餐具 我們好像還沒有那麼強 這是燈餒 這一個149 可是我們應該不會到晚上 所以 應該先可以不用買 我們現在先以野餐作為出入門 然後我拿好 然後這邊有人放體驗來走 這個就是傳說中2秒快開的帳篷 它145x210 它是長的 欸這個很酷欸 但是這個 有點貴了 它是長這樣子的 大家看 它是這樣 然後它是可以有長的可以躺 然後這一種是 你看 這是兩人杖 這是三人杖 要打釘的那種 這個是傳統大賬 我們要買智障用的 喔 充氣的 9999 還有分專業的 中階的 其實真的有很多選擇耶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選 我們帳篷最後來決定好不好 我們不會再讓你輸在起跑點 天啊有沒有 快那個露營或者是野餐達人可以分享一下 這是什麼啊 這個是 椅子 椅子 椅子要買嗎 不用啊 為什麼 折疊椅啊 就是各位聽一下就好啊 有需要嗎 我覺得可以拿一個這種折疊桌 才499 那個時候那邊有 喔 打開就是像這樣 這樣 一組 這個是大 這個是小 這個是哪一組啊 就是我們這個 這個 對 它會附四張 這個 喔 還有附小椅子 那如果想說 攜帶性比較好 收起來比較小 就像這種 但你有沒有說 它是像這樣 就是只有起來的 它是這樣 現在收的時候 是像這樣 喔 好酷喔 對 所以它的體積就比較小 但缺點就是 它必須要組裝 其實它組裝也沒有到很複雜啊 對 是啊 然後它這個是真正的一種地形 你可以就是說 你今天去錄影的地方 有高低落差 對 你可以 喔 所以像這種的就不行了 沒有那麼小 它就是你必須要斜斜的 那這個最高可以拿到什麼 喔好 好處是好收 好處 那缺點就是它就會動 有動到 好 這張是什麼 椅子 它的是這一款 對 好 好 謝謝 有比較小一點的椅子嗎 就是 給大人照一照片說 嗯 大人 大人 最小的是這個 但是它沒有一倍 你像這樣 喔 是 199 然後有一倍的是這個 299 299 然後就是 喔 小小的一倍 對 就是這樣 因為大的是這個 349 哦 因為這個也可以 這樣子算你可以這樣子 嗯 那這個的話 不如說 它這樣子 因為它這邊比較高 哦 你比較沒辦法 這邊會拖住 因為這樣比較難 哦 我買兩張椅子好不好 一張 那不要買椅子 那我買桌子就好 哦 沒關係 這個你只就是 呃 坐起來舒服舒適其實很不乖 好 謝謝 你知道為什麼要買桌子嗎 因為你有食物什麼的放地板上 你都麻利什麼 包冷袋呢 不用 不用啊 我們家裡有 我們家有保冷袋 好這個就是要買帳篷 是嗎 對 又要烤酒店 蛤 對 又要烤酒店 不用啊 為什麼要烤酒店 可是你還要搭 你還要搭 也不搭 所以你就是要買那個瞬間打開的那個 來看看蝦皮這樣 你看啊 它就這樣拉起來啊 然後 一壓就可以了 對 對啊 它就是拉起來 有沒有 對啊 你看它還要叮耶 啊就叮而已 你幹嘛不 你不管哪一個 你都要叮 不然會飛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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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蠻酷的耶 你要哪一個 我可以問你要哪一個 我們買那個一千多的那個 這個感覺好屌 這個也要打叮啊 不管哪一個都要打叮啊 對啊 不然你的那個 崩來就飛走了 小姐 直接一個飛起 我們去買這個 14 1749 190×140 就買它了 就買它了 對耶 買一支這個槌子 丁應該是有附啦 哪一支鐵槌 好期待喔 好期待喔 你以後車的話就放這個吧 所以人家是不是打架 打架的時候 就遇到壞人的時候 哈哈哈哈 我再追看人家幹家 就用這個鐵槌幹 我們走囉 好我們就是這樣 喔有點重 靠北 剛剛我們在那個 公園有看到有人在打 羽毛球 就是架一個網子出來 在打羽毛球 就是這個啊 隨時隨地開啟羽毛球模式 真的就是這個 不貴耶 還999耶 小朋友 小朋友 這個你拿不到 你真的是什麼都想拿 要給他騎那種三輪的腳踏車 你不是從三輪開始騎過 我幾乎是從兩輪開始騎 三輪沒有渡幾次就直接拆了 因為我覺得沒必要 他爸我是還蠻有天分的 不知道他會不會遺傳到我的騎車天分 搞不好他以後可以變彭于晏去拍破風嗎 今天你要點檔一下彭于晏 欸有射箭耶 這個好酷喔 蛋公耶 欸想玩 好這是爸爸自己想玩 然後這裡還有賣這個 好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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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來買 我們今天先買基本套裝組 有飛牌我想買 有這個嗎 飛牌 99塊 等一下 等一下就摔下去了 他想睡覺 我們來看看 到底我們總共這一堆買了多少錢 估計應該不少 入門就不低耶老實說 好所以我們今天總共買了 3874塊 對對對 然後會員雷點的話也就是 累積3000多點 對對對 我們初學者今天課金課了3800多塊 對啊你還想玩椅子對不對 還可以啊 我覺得3000多塊還可以接受啊 好的那接下來呢 我們也會拍攝 一些帶步步出去露營啊 野餐的一些影片 那大家有沒有建議 有哪些地方很適合露營野餐的 然後或者是 有沒有哪些是 露營野餐的時候必備的一些 裝備 好大家都可以在下面推薦 我們算是完全新手 好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給你們一個讚 記得把這支影片分享出去 給你身邊 你有小朋友的朋友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結果是你來野餐啊 不是我們來野餐 是你來野餐耶 小朋友 他到處來吃啊 才有野餐的感覺